二百六十九級 二百六十九級 你看她 上去這麼辛苦嗎 回陸山 回陸山 走 之前我們去了瑞典北的圈行山 一行就是五日四夜 這行山活動曾經在瑞典、丹麥和美國舉行 鼓勵人多些接觸大自然 第一個亞熱帶站來到香港 今次喜歡打卡的記者都來玩買一份 和上次走過瑞典的Hidy一起 要在三日內完成45公里 出發 由麥理號徑第三段五號場出發 沿途經濟公山、牛耳舌山、大龍咬等等 去到終點不談通道戒迎 這三日兩夜的行程 圍繞西貢的崎嶇山路 行足十二小時 對於一個新手 就是我來講 一個字 好累啊 她是穿著我們在瑞典式的一位朋友 她是自己一個人來的 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來到這裡之後 她覺得香港是難過瑞典的 很多穿著 很多穿著 很困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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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認識的 是一般的 一般 一直都在那裡 長久 長久 很困難 很困難 因為你能夠長久 你能夠長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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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歡他們 不同 香港 不跟外國 可以隨地摘營 所以要留意時間 加快腳程 說不像日落前 到達指定營地 就要摸黑摘營 人在野 當然沒有在家裡睡得那麼舒服 不過一點都沒有影響我 一秒就睡著了 我絕對相信這條是最後一條天梯 因為我們整個旅程 這三天都是不停地上天梯 下去上天梯 下去下去 下去下去下去 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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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剛才是數了上來的 這裡有三八四十天級 你看它 烈夜多空爬樓梯 真的很要命 踏到最後那一級 大家都忍不住歡呼了 這條是乾淨 所以我們是更冷 我們是更冷 所以我們可以踏 一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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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裡有很多 我的目標是不同 因為它有很多 海海 可以看到嗎 所以我喜歡這條 三天兩夜 我們終於到最後 到最後一條 原來除了長命車 還有一些東西 都是香港山頭獨有 還有一些東西 都是香港山頭獨有 大家就可以自己擲兩十天 一條 自己撲馬落山 撲馬落山 那些垃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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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很多大花 那些垃圾 那些垃圾 有很多大花 蘋果優惠 開藍牙 定位 附近驚喜優惠 隨即到手 一條